南朝时期 临青山脚下有个小山村 村里有个名叫秋秀的美妇 本该嫁入豪门 过上好日子她 却在一次进山捡柴途中 被猛虎掳走 就在众人都以为她凶多吉少之际 三年后 秋秀却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 怀中还多了一儿一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话说得好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不过临青山上却有一个天然泉眼 这泉眼下不干河 东不结冰 且顺流而下 形成了一条小溪 刚好流经村口 也正是这口泉眼 养活了全村人 秋秀小时候曾听父亲说 曾有个道门高人路过此处 说他们这地方灵气十足 乃是方圆百里山脉汇聚之地 那泉眼就是灵气充盈聚现化后形成的 另外山中住着一头猛虎 不过那猛虎却从不伤人 村民们都说 他是山脉的守护神 尊称其为山君 并在山脚为其修筑了一座山君庙 只是秋秀长大后 山君庙就渐渐废弃了 关于山君的传说也少了许多 秋秀出落的亭亭玉立 且在十八岁那年被镇上的财主看重 定下了殷亲 秋秀十分抗拒这门婚事 奈何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他也没办法 就在他准备婚事期间 村中发生了一系列怪事 先是邻居家的老羹牛离奇失踪 结果三天后 在村外的水沟附近 发现了他的尸体 羹牛的身体都被掏空了 血液也被吸干了 尸体周围甚至一滴血都没有 这还不算完 此事过后 村中的牛羊接连惨死 且都是被吸干血 掏空身体 直到有天夜里 打羹人看到了凶手 那竟是一头半人多高的白狼 在当地 白狼是不祥的象征 一旦出现 就说明村要遭逢大灾了 另外 人们发现 山中的泉沿 仿佛越来越小了 小溪仿佛也快干涸了 一时间 村中人心惶惶 人们甚至重新修缮了山君庙 希望能得到山君 也就是那只猛虎的庇护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 那只老虎早就消失不见了 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这天 秋秀像往常一样进山捡柴 他也听闻了村里白狼出没 以及山泉即将枯竭的传闻 他有些不相信 便打算顺路去全眼的位置看看 很快 他便来到了山泉全眼的位置 传闻是真的 全眼的出水量明显小了很多 秋秀靠近 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可就在这时 全眼却忽然发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等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一团晶莹的山泉水 竟凭空漂浮在空中 且在阳光的折射下 散发出七彩的光芒 十分夺目 这时 秋秀忽然感觉口干舌燥 有种想把眼前山泉水 一饮而尽的冲动 他尽力克制 可就在这时 耳边忽然想起了一阵狼嚎 他回头看去 传闻中的白狼出现了 他果真有半人多高 且一双迎绿色的眼睛 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就在白狼扑向秋秀的那一瞬间 一道黑影猛地窜出 直接撞飞了白狼 秋秀定睛一看 那竟是传说中的山君 一头跟他一般高 雄壮异常地斑斓大虎 之后 老虎跟白狼便缠斗在了一起 秋秀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他却忽然发现 手脚不听使唤 居然捧起那团 漂浮在空中的山泉水 放到嘴边 一饮而尽 白狼跟老虎都看到了这一幕 竟全都愣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秋秀忽然感觉全身发热 像是要炸开了一般 他痛苦地倒在地上 不停挣扎 并撕扯身上的衣服 之后两眼一黑 直接昏死了过去 失去意识前一秒 他看到老虎扑倒了白狼 并咬向了他的脖梗 不好了 不好了 秋叔 你闺女被老虎给掳走了 村里的侨夫满头大汗地跑进村子 静止赶到了秋秀的家中 其父亲听到这话 被吓得差点昏倒 之后 众人手持棍棒 在乔夫的带领下 赶到了全眼附近 结果并未看到秋秀的身影 全眼旁 反倒横着那具白狼的尸体 乔夫表示 自己进山砍柴的时候 听到打斗声 凑近后发现 白狼跟一头猛虎缠斗在一起 秋秀当时也在 他想把秋秀拉到身边 可秋秀喝下了全眼水 忽然就晕倒了 之后 猛虎咬死了白狼 掳走了秋秀 众人听后惊奇万分 白狼死了是好事 可众人发现 全眼彻底干涸了 要知道 离他们村子最近的水源 也有五十多里地 这全眼一干 村民的生活定会受到影响 另外 那老虎虽咬死了白狼 可掳走秋秀 也不知是福是祸 之后几日 村民们跟着秋府 在山中四处寻找 可诡异的是 那老虎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竟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村民们认为秋秀定凶多吉少 劝秋父死心 可他始终不愿放弃 眨眼间三年过去了 没了泉水 村民们过得愈发艰难 甚至有很多人都搬走了 另外 人们发现 山中许多林子都枯萎了 就好像这座大山 彻底死了一样 这天 秋府像往常一样 准备进山寻找女儿的下落 可他刚一出门 却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他拼命揉了揉眼睛 又抽打了自己两巴掌 直到听见对方喊出爹这个字 秋父才终于留下两行青泪 并冲了上去 使秋秀回来了 这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 众人都惊奇不已 纷纷前来探望 更让众人惊讶的是 秋秀这次不是一人回来的 身边还有一儿一女 秋府十分惊讶 询问孩子父亲是谁 秋秀则十分自豪地表示 这孩子是山君的 众人听后都愣住了 莫非他跟山君在一起了 可山君是只老虎啊 人们有些不信 秋秀也不多解释 反而说三天后 那座枯死的泉眼 就会重新出水了 众人一开始没当回事 结果三天后 泉眼果真复活了 再次冒出了泉水 而山上那些枯死的树木 仿佛被施法了一般 全都活了过来 郁郁葱葱 整个大山和村子 重新焕发了活力 丘秀告诉父亲 自己在三年前 不小心把山脉之心 也就是那团漂浮在空中的泉水 吃进了体内 那是这整座山脉的灵气所在 那白狼本打算将其据为己有 却一直被山君阻拦 直到那天 丘秀将山脉之心吃下 白狼被山君咬死 只是普通人无法承受这么强的灵气 且失去山脉之心 整座大山都会消亡 为此 山君才将其掳走 并守在其身边 一点点抽离出山脉之心 在这期间 他发现山君竟已修炼成人 且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 二人朝夕相处 互生情愫 最终走到了一起 并生下了一儿一女 丘府听后震惊不已 不过仍有些半信半疑 直到有天夜里 那只一人多高的老虎 出现在他家院中 并退去虎皮 化身成人 丘府才终于相信了女儿的话 后来 山君带走了丘府跟丘秀 村里人为了纪念此事 一直保留着山脚的山君庙 直到百年后 他毁于战火 民间有种说法 蛇活五百年为骄 骄活五百年为囚 囚再活五百年 才能化龙 也正是如此 蛇一直被人们认为 是龙的亲戚 也是很有灵性的生物 平日里是不能招惹的 可有些人 就是不信邪 广西一带有个年轻人 名叫白云飞 他经营着一家蛇肉馆 且在当地很有名气 许多外地人都慕名前来 只为尝一尝蛇肉 若是哥在前些年 当地蛇肉馆里的蛇肉 估计大部分都是野生的 白云飞等人 甚至还要亲自进山去抓蛇 可随着条件越来越好 许多蛇肉馆都自己开启了养殖场 自己饲养小蛇 这样一来 既不用考虑供货的问题 也安全卫生了许多 毕竟野生蛇的体内 有很多看不到的寄生虫 一旦吃进肚子 很可能危及生命 养殖场里的就不同的 每隔几天都会杀虫 那些寄生虫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不过仍有一些嘴雕之人 就喜欢吃野味 其中有个名叫马成锋的中年男子 他是白云飞店里的老顾客的 也是唯一一个要求吃野生蛇的客人 马成锋是个赌棍 他家本来十分富裕 其父母也都是做生意的 奈何他不争气 染上了毒瘾 且家人怎么劝都没用 十多年过去 他败光了家底 父母也都被气死了 可他仍不知悔改 拿到钱就往赌场钻 他所在的地方比较偏僻 总有一些钻空子的人 马成锋不仅嘴雕 脾气也爆 每次去白云飞店里做客 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且总是要白云飞亲自接待 还故意提高嗓门 说要吃野生蛇 生怕别人听不见一般 白云飞的父母 跟马成锋的父母算是试交 他也懒得跟马成锋争辩 因此每次都会尽量满足他 虽说白云飞进山的次数不多了 可他捕蛇的本事还在 帮马成锋打打牙记倒不成问题 因此也一直没出过什么乱子 这天 店里来了一个身披道袍 虚发揭白的老道士 这老道士是白云飞请来的 道号无为 在江湖上颇有盛名 是专门帮人主持白市的 精通五行八卦之术 白云飞身边一个朋友的母亲去世了 其母亲是个迷信之人 临终医院就是找个有本事的道士或阴阳先生 帮他做一场法事 好超度其亡魂 让其安心上路 朋友是个孝子 自然不敢怠慢 白云飞倒也一起 四处打听 还真把这位有名气的老道士给请来了 法事要等到停尸的第三天开始做 那道士提前赶到 便来找白云飞了 白云飞则提前为其安排好了住处 就在不远处的一个旅馆里 傍晚时分 道士到蛇肉馆做客 刚走到门口 便被笼子里一条跟人胳膊 一般粗的黑蛇吸引了目光 那黑蛇懒洋洋地趴在笼子里 一动不动 若不是还吐着信子 还以为他死了 更神奇的是 那黑蛇的头上 有两个很大的凸起 看起来像是要冒尖的脚 四周的皮也干裂开来了 白云飞见道士感兴趣 便上前介绍 称这条大黑蛇 是他花高价买回来的 刚在店门口养着 也算个活招牌 另外 他在购买此蛇的时候 那捕蛇人称 他当时其实抓住了两条 还有一条花蟒蛇 不过半夜被他跑了 估计是夫妻蛇 倒也少见 道士听后点了点头 沉默片刻开口道 这蛇不错 虽说你干的是蛇肉的买卖 可这条蛇 你可万万不能动 道长放心吧 这蛇我本来就是买来当活招牌的 哪能动啊 道士听后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马成风也来到了店内 他好像心情很好 一坐下便让白云飞给自己拿了两瓶好酒 猛灌两杯后 他注意到了道士 便笑着凑了上来 众人这才得知 他是在赌场赢了钱 又嘚瑟起来了 道士不愿跟此人多说 跟白云飞确定第二天去给人做法事后 他便回到宾馆歇息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又看了一眼那条黑蛇 神奇的是 黑蛇仿佛注意到了他的目光 也抬起了头 浅黄色的瞳孔与其对上 可道士却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他没敢逗留 快不离开 也不知是不是心理问题 道士那天夜里没有睡好 他好像总能闻到蛇肉的味道 就像弥漫在蛇肉馆里那股味道一样 与此同时 他还做了一个怪梦 梦中一条跟他身体一般粗的大蛇 静眼含热泪 口吐人言 求他就遗救自己 道士一头雾水 可下一秒 他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他迷迷糊糊爬下床 发现天还未亮 嘟嘟嘟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他顿时警惕起来 这么晚了 谁会上门 他没有吭声 只是悄悄凑到门边 透过猫眼朝外看去 昏暗的灯光下 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好像站在其门口 由于灯光不好 他看不清对方的面容 男子见房间那头没有回应 便转身离开了 道士满心疑惑 连忙开门朝外看去 可那男子已经消失不见了 过道里则弥漫着一股蛇的味道 第二天一早 白云飞来街道士 目的地离得不算近 开车也要半个小时左右 跟在白云飞身后的 则是一脸谄媚的马成风 原来他昨晚从白云飞口中 听闻了道士的事 此次来是想跟着过去看看热闹 道士对其没有好感 没有回答 只是转身看向了白云飞 白云飞也是一脸无奈 好在几人不是一辆车 白云飞这才告诉道士 那马成风从小就不信鬼神一说 听说道士的事迹后 死活要去看看他 到底是怎么做法事 给试者超度的 说着说着 白云飞说起了昨晚的事 那家伙大半夜喝多了耍酒疯 竟然花两万 买了我店里那条黑蛇 非要吃蛇羹 那条黑蛇被他吃了 对啊 其实我是不想卖的 可昨天我也喝多了 有点上头 这才 话还没说完 白云飞忽然接到了电话 是跟马成风一车的人打来的 等电话挂断 白云飞一脸凝重 随即转头看向道士 道长 马成风出事了 很快 他们便赶到了出事的地方 由于他们走在前头 马成风等人则驾车跟在后头 多少有些距离 可此刻马成风的车撞在隔离栏上 他撞破前锋玻璃飞了出去 摔在地上 脑袋砸出了一个窟窿 脖子也折断了 人已经没气了 可神奇的是 除了他 车上其他人居然全都安然无恙 白云飞看到这一幕 转头看向道士 道士则无奈地摇了摇头 跟马成风同车的几人则表示 他们一开始开车开得好好的 可不知怎地 路中间忽然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高个子 马成风在快撞到他的时候 打了一下方向 结果车就失控了 可奇怪的是 那人却不见踪影了 道士听后没有言语 只是默默来到车子旁边 蹲下了身子 白云飞见状也凑了上去 这才发现 马成风车的轮子下头 压死了一条花蟒蛇 他吃的不是蛇 是胶 道士忽然开口 原来白云飞买回店里的那条蛇 是已经即将化胶的蛇 灵性颇高 道士也意识到 那晚出现在其门口的 就是那条黑胶 他在求自己救他 可惜道士没能及时发现 黑蛇死后 母蛇心怀怨恨 自然是要报复马成风的 言罢 道士一脸凝重地收起了母蛇的尸体 做完法事后 他回到白云飞店中 又拿走了黑蛇的尸体 并将两者埋在了一起 咸丰年间 西南地区有个偏僻的小山村 该村三面环山 说好听点叫环境优美 难听点就是深山老林 交通不便 正所谓老林出老怪 村里则一直流传着 关于尼猴子的传说 尼猴子具体是什么 没人能说清 有人说 他们就是成了精的黄皮子 也有人说是 堕落了的山神 总之这东西有智力 最喜欢捉弄人 尼猴子整人的手段有很多 不过最常见 是迷惑人的心智 让其自己趴在地上吃土 等人清醒过来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腹大如骨 最后活活被泥土给撑死 也正是如此 村民们从来不敢单独 往林子深处去 夜里更是不敢随便出门 这年夏日 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的男子 路过该村 此人姓高 是个阴阳先生 他此番前来 是探望老友的 其老友的故乡在此 几年前老友病逝后 遗体就被运了回来 高先生本打算上完坟就走的 结果刚来就撞见了怪事 并接了一单生意 捉泥猴子 这是还要从村里的货郎 李阿三说起 李阿三可以说是村里 与外界交流贸易的连接点 他每天一大早就会走山路赶到镇上 进完货后再傍晚十分赶回 并为村民们带来生活的必需品 那天 李阿三像往常一样到镇上进货 在这期间 他因一笔账算错 跟出货的人起了争执 因此耽搁了不少时间 等他往回走的时候 天色已经不早了 为了早些赶回村子 他便暂借了一辆罗车 速度是快了不少 可山路难走 走到一半的时候 天已经黑透了 就在这时 他来到了一个小坡前 而在坡后 则有个废弃的土地庙 据说这土地庙附近经常闹鬼 之前有人半夜走过的时候 不是看到披头散发的女人 就是看到三四个七八岁左右的小孩 他们还会朝着路过之人抛杀 丢泥巴 李阿三心里很是忐忑 他连忙将灯笼挂在车前 并从腰间抽出了一根黑漆漆的木头防身 那木头是他三年前 从一个算命先生手里求来的 据说是十分罕见的雷基木 是辟邪的好物件 因此他每次出门 都会将其叠在腰间 很快 李阿三便经过了那个废弃的土地庙 好在一切正常 并无怪事发生 可就在他松了口气的时候 前方一个弯道过去 不远处的树枝上 好像挑荡着一道人影 李阿三的心顿时悬了起来 就连拉车的骡子也忽然叫了起来 好像也感觉到了危险一般 就在这时 一道皎洁的月光照下 李阿三眯眼看去 发现那并不是人 只是一件衣裳 衣裳被套在了树枝上 随风挑动 离远看 还真有些唬人 他有些生气 以为是谁的恶作剧 靠近后 他拉住骡子 起身想要将那衣裳给扯下来 不过他猛地发现 衣裳的领子上 绣着一个骡子 李阿三认出 这是他家邻居罗园的衣服 罗园是个猎户 生得人高马大 英俊潇洒 其媳妇长得也很漂亮 针线活也是村里最好的 每次给罗园做衣裳 他都会在衣领处 逢上他的姓氏 不过村里近些日子 有些传言 说是罗园偷偷跟外村的 一个女子好上了 经常夜不归宿 为此 他们夫妻俩可没少吵架 这是村里人几乎都知道 这大半夜的 罗园的衣服忽然出现在这 李阿三不由地怀疑起来 与此同时 其身后的草丛里 忽然传来了一阵嘻嘻嘻嘻的声响 李阿三回头看去 隐隐约约 好像看到了一道人影 莫非传闻都是真的 这罗园大半夜到此 跟别的女人私会 想到这 李阿三本不想多管闲事 可人总是有好奇心 纠结片刻 他还是悄悄凑了上去 只是走近后他才发现 那草丛后头 好像只有一个人 且趴在地上 不知再干些什么 李阿三一头雾水 便轻轻吆喝了一声 老罗 是你吗 听到喊声 那人便停下了动作 随即翻过身子 支支吾吾 好像要说些什么 李阿三健壮 连忙凑了上去 可眼前的一幕 却叫他震惊万分 那人正是罗园 此刻的他 赤着身子趴在泥地当中 满身泥泞 嘴巴里还在咀嚼着什么东西 而他的腹大如骨 仿佛随时都会爆炸一般 在看到李阿三之前 罗园的眼神毫无生气 不过在看到他后 他的瞳孔渐渐清晰了起来 并艰难地吐出了两个字 就 我 李阿三听后 连忙上前扶起罗园 而他发现 罗园的身侧 还有很多脚印 奇怪的是 那些脚印很小 像人又像动物 可他来不及多想 将罗园扶上罗车后 他便迅速往村里赶去 走的时候 他鬼使神差地往身后 看了一眼 结果这一眼 吓得他差点尿裤子 只见树林深处 站着一个跟七八岁小孩 一般高的人影 月光照射下来 只见他一身的绿毛 眼睛很大 跟人的拳头一般 反射着幽幽的绿光 正紧紧地盯着他二人 李阿三这才意识到 罗园这是撞见泥猴子了 被他迷惑了心智 趴在地上吃泥土了 等到李阿三 带着罗园赶回村子的时候 罗园就剩下一口气了 他两眼翻白 脸色发紫 眼看就快不行了 大家得知他遇到泥猴子后 都吓得不轻 并表示要赶紧让他 把肚子里的泥吐出来 不然必死无疑 可大家手忙脚乱了半天 愣是没让罗园吐出一口 就在大家绝望之际 李阿三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正是暂住在村里的高先生 他是阴阳先生 想必有办法 为此 几人立马找到了高先生 高先生也是仁义之人 一听人命关天 立马赶了过来 在为罗园大致检查过后 他让李阿三到村口的祠堂里 将香炉中的香灰抓来一把 随即他拿出一张符咒 将一根鸡毛包在其中 烧掉后混着水 涂抹在罗园的腹部 李阿三此刻也将香灰带来了 高先生则立马冲了一碗水 为罗园喝下 这法子果真有效 没一会 罗园就有了动静 随即狂呕起来 一时间 恶臭味弥漫在整个院子 他竟吐出了一大滩 黑绿色的泥土 而他在吐过之后 慢慢清醒了过来 看起来应该是没事了 在得知罗园是遭遇了泥猴子后 高先生当即表示 要除掉这害人的怪物 众人听后都惊喜万分 纷纷表示愿意配合高先生 第二天一早 高先生让村里人准备了一根黑狗毛绳 这绳子是用纯正的五黑犬的毛编制而成的 是辟邪的好物件 除此之外 高先生还准备了许多猪纱 扶植等物 入夜后 他挑选了两个尚为顽臂之身的男女 并让其分别割破手指 取得了二人的精血 他告诉村民 你猴子最喜欢的 便是这种纯正的精血 用此为诱饵 定能将其引诱出来 村民们本想跟着高先生一起前往 毕竟人多力量大 可高先生却拒绝了 他表示 你猴子在宾死的时候 会释放一种毒素 能迷惑人的心智 普通人中毒 必死无疑 他们最后关好门窗 不可出门 村民们听从了高先生的话 而他在准备妥当后 便进了山 那晚 村民们都睡得恨不踏实 且外头打了整整一夜的汗天雷 等到第二天清晨 人们走出屋门的时候 高先生已经回来了 不过他看起来很是狼狈 浑身肿胀 嘴唇发紫 而在其身后 则放着一个麻袋 里头的东西还在不停挣扎 并发出鬼哭狼嚎一般的叫声 高先生让众人找来粒树枝 并在上头泼上灯油 点燃后将麻袋里的泥猴子丢了进去 随着大火燃烧 泥猴子也在惨叫中化为了灰烬 可惜的是 高先生中了泥猴子释放出的剧毒 在病床上躺了三天后 便不幸去世了 村民们将其安葬在后山 且为了歌颂他的功绩 特意修筑了一座庙宇 而村子里再也没有被泥猴子 蛊惑的情况发生了 宋朝元丰年间 温州有个年轻的富商 名唤杜伟化 此人风流成性 年轻时到处沾花惹草 留下了不少风流债 杜伟化三十岁那年 父母为了让其收心 为他介绍了一个名叫易灵涵的女孩 易灵涵出身书香门第 温良贤淑 还是个标志的大美女 杜伟化可能也玩够了 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就在两家火急火燎的准备婚事之际 杜伟化看中了城外的一块地皮 并坚持要再次盖一栋宅院 作为他和易灵涵的心房 父母见他如此有心 也就同意了他的想法 并给了他一大笔钱 拿到钱后 杜伟化立刻找来工匠施工 没多久 心房的主体变盖好了 可在上梁时却遇到了麻烦 上梁当日 众人准备妥当后 房梁被吊了起来 可一连上了三次 房梁都莫名其妙掉落了 其中一个名叫桃子墓的木匠 告诉杜伟化 他这块地邪气较重 需要使用打声装来镇压邪气 所谓打声装 便是将一个活物埋在地基下 如此便可保证房屋百年不出问题 杜伟化听后 立马同意了桃子墓的说法 第二天一早 桃子墓便驱车拉来一头 掩掩一息的老牛 老牛的肚子上有一道巨大的伤口 桃子墓告诉众人 这牛鸡日本来是要被宰的 不过被我低价收购了 刚好还留有一口气 作为打声装也没有问题 众人上前将老牛抬起 丢进了宅院早已挖好的坑里 一切准备就绪后 桃子墓继续指挥众人上梁 这下果真没再出现什么意外 房梁很快变上好了 杜伟化健壮十分高兴 特意封给桃子墓一个大红包 新房建好后没多久 婚期将至 杜伟化则加急布置婚房 成亲当日 一灵寒随着迎亲队 按时来到了杜伟化的新房 二人拜完天地后 一灵寒就被领进了洞房 杜伟化则在前院招呼宾客 一灵寒在洞房做了梅一会 一股强烈的倦意袭来 他见天色还早 便躺在床上准备小气一会 睡梦中 一灵寒看到了一头老牛 奇怪的是 老牛在慢慢走待其身边后 居然猛地站立起来 身子也不断缩小 一灵寒吓坏了 猛地从梦中惊醒 他扭头看向窗外 发现太阳已经下山了 不一会 喝得鸣顶大醉的杜伟化 便钻进了房间 他喝得迷三到四 刚走到床边 便趴下睡着了 一灵寒露出一抹苦笑 随后帮杜伟化脱掉衣服鞋子 将其推到了床上 自己则在其身旁躺下 闻着杜伟化身上的酒味 一灵寒慢慢进入了梦想 奇怪的是 他再次梦到了那头老奇怪的老牛 一灵寒这才发现 老牛的下身居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 可他却顶着一个牛头 牛头妇人缓缓走到其面前 不过他并未伤害一灵寒 反而流下了一滴浑浊的眼泪 一灵寒见状 主动上前询问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何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牛头妇人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随后不断摇晃着自己的身体 好像要表达什么 就在这时 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声鸡鸣 一灵寒迷迷糊糊睁开眼 牛头妇人也消失了 一灵寒越想越不对劲 便叫醒了身旁的丈夫 将自己梦到牛头妇人的事告诉了他 杜伟化听后脸色微变 低头沉吟良久 随后淡淡道 放心吧娘子 咱家院子里埋着一头牛 那是打声装 保佑咱家吉祥的 可能是这个原因 你才会做这种梦吧 别多想了 一灵寒不已有他 点了点头 一灵寒手脚勤快 对杜伟化言听计从 夫妻俩的感情也日益升温 杜伟化也一改往日好色的本性 整日在家陪伴一灵寒 而那个牛头妇人也一直没再出现过 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婚后不到半年 杜伟化就恢复了本性 又开始在外花天酒地 整日整日不回家 可怜了一灵寒 一人独守空房 就在一灵寒独守空房的第二天 那个牛头妇人 再次出现在了她的梦境里 而这次 牛头妇人给了她一个巨大的线索 梦境中 牛头妇人居然口吐人言 虽然只有一句 且十分沙哑 可一灵寒还是听懂了 城外五十里竹林 罗寡妇 莫非牛头妇人 是想和自己传达什么信息 想到这 一灵寒第二天一早 便按照牛头妇人所说 来到了城外五十里的竹林 并在里面找到了一件小竹屋 不过里面的东西都已经落灰 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 至于那个罗寡妇又是何人 回家的路上 一灵寒碰到了一个货廊 在其口中 她得知 那个竹屋曾经的主人 就是罗寡妇 她本是割姬 后来嫁给了一个年轻的书生 奈何婚后没多久 她便客死了自己的丈夫 村民们看不起她的身份 还骂她命令防人 罗寡妇为躲避流言蜚语 便独自搬到了这片竹林居住 不过货郎告诉她 罗寡妇已经失踪很久了 没人知道她去了呢 了解完情况后 一灵寒越想越不对劲 莫非这个罗寡妇和牛头妇人有关系 半路上 她经过了一个道观 她思虑良久 决定找个道士为自己解梦 道观的知客接待了她 在了解完情况后 道士眉头微皱 立刻跟着一灵寒回了家 杜伟化依旧不在家 道士在院子里转悠了半天后 最后停在了当初卖牛的位置 正色道 快 决第三尺看看 一灵寒听后 立马命人开挖 结果下挖不到三尺 他们便发现了那头死牛 在将死牛拉上来后 一灵寒这才发现 牛的肚子上 居然有一道巨大的口子 且用针线缝上 道士并未多言 从厨房取出菜刀 划开了牛的肚子 下一秒 一个妇人的尸体 从牛肚中划了出来 这可把众人给吓坏了 神奇的是 过去了这么久 妇人的尸体居然还没有腐烂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般 道士一脸凝重 连连叹息 造孽 真是造孽啊 一灵寒本想报官 却被道士拦下 妇人切勿着急 今夜待了解完事情的真相后 再做决断也不迟 到了夜里 所有人摒弃凝神地站在院子里 死死盯着妇人的尸体 此时刚过 一阵阴风吹过 本应死去的妇人 居然缓缓睁开了眼睛 并起身来到了一灵寒的面前 一灵寒已经吓傻了 愣在原地一动 也不敢动 怎料下一秒 妇人跪倒在了一灵寒面前 夫人 我就是出现在你梦里的牛头妇人 也是失踪的罗寡妇 这几日多有得罪 但只求夫人能替我申冤 原来 罗寡妇早在一年前就死了 而害死她的凶手 正是一灵寒的丈夫杜伟化 和那个使用打声装的木匠桃子木 一年前杜伟化看中了貌美的罗寡妇 并暗中尾随来到了她家 并趁机将其玷污 在这期间 木匠桃子木登门拜访 刚好撞见了这一幕 巧的是 桃子木一直惦念着罗寡妇 奈何一直没有得到她的同意 看到罗寡妇被玷污 桃子木非但没有相帮 反而想要分一杯羹 结果她和杜伟化狼狈为奸 竟活生生把罗寡妇给折磨死了 当二人看到床上没了气息的罗寡妇 这才意识到闯了大祸 二人夺门而逃 可罗寡妇的尸体一日不除 就终会被人发现 巧的是 杜伟化此事正在修建新房 桃子木在得知此事后 立马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上梁那日 桃子木故意暗中施展手脚 让房梁无法成功上好 随后提出打声装 第二天凌晨 桃子木将一头牛迁到罗寡妇家 并划开牛的肚子 将罗寡妇的尸体藏进了牛的肚子里 随后将奄奄一息的老牛拉到杜伟化的新宅 将其埋下 神不知鬼不觉 可让二人没想到的是 罗寡妇死后怨气不散 加上尸体被塞进活物的肚子里 他吸收活物精气 结果变成了夜叉 可他被困在牛肚 无法挣脱束缚 因此 在给一灵寒托梦时 还顶着牛头 且基本无法说话 好在机智的一灵寒 还是发现了端倪 并请来了道士相邦 一灵寒得知真相后 无力地贪坐在地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丈夫 居然会干出如此桑尽天良之事 随后 道士带着变成夜叉的罗寡妇 和一灵寒到官府报案 知县则立刻派兵逮捕了 还在封月场所快活的杜伟化 和陶子墓 二人在看到罗寡妇后 被吓得屁滚尿流 立马就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罪行 后来 二人被判绞刑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大仇得报的罗寡妇 也在道士的帮助下 重入轮回 消散于人间 一灵寒则回到了娘家 并在三年后 改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夫 日子简单幸福 明万历年间 永定有个姓成的老木匠 他从业多年 手艺精巧 经验丰富 在当地声望颇高 唯一可惜的是 他一生无子 只有一个女儿 空有本领 却无法传承下去 直到成师傅五十岁那年 在外出干活的时候 领回家两个衣衫褴褛 鼻青脸肿的小乞丐 这二人在街上 为了争夺一个包子 打了一架 刚好被成师傅撞见 便又买了一个 见二人可怜 便将其领回家了 二人饱餐一顿后 成师傅下了逐客令 谁曾想 二人对视一眼后 当即跪倒在地 说要拜他为师 今后好好孝敬他 成师傅一看 二人如此真诚 便收下了他们 大徒弟名叫高子文 二徒弟名叫姚中天 二人性格不同 学东西的速度也不同 高子文较为沉稳 只是悟性有些差 但胜在勤奋 姚中天心思玲珑 头脑灵活 学什么都快 就是有些急功近利 鬼点子也多 也正是如此 成师傅更为放心 大徒弟 对姚中天的管教 反而十分严格 这让姚中天心生不满 还以为师傅偏爱大徒弟 另外 成师傅手中有一本秘籍 据说是传说中 木匠圣经鲁班数的残卷 成师傅酌情了许久 最终决定将其传给大徒弟高子文 不过他必须一碗水端平 便打算等女儿长大后 许配给二徒弟姚中天 可让成师傅没想到的是 姚中天心狠手辣 为了得到鲁班数的残卷 竟然下毒害死了高子文 夺走了残卷 并逃之夭夭 至于成师傅 他气急功心 一病不起 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 实在令人唏嘘 都说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姚中天亦是如此 他得到残卷后 很快就学会了上面的东西 并在外地闯出了一片天地 成了当地手艺最好 且身价最高的木匠 靠着成师傅交给他的东西 他不仅挣到了钱 还顺利住进了豪宅当中 几年后 姚中天迎娶了一个 年轻漂亮的媳妇 本以为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谁曾想 婚后不过半年 其媳妇就忽然患病身亡了 此刻的姚中天 有钱有势 头怀送抱的女人多得是 她自然不怎么伤心 没多久便续闲了 结果第二段婚姻 也没持续太久 其妻子就在外出时 不慎溺水身亡了 这个时候就有一些闲话传开了 不过对姚中天的影响不算太大 她很快又在媒婆的介绍下 娶了第三个妻子 这一次持续的时间稍长一些 两年后 姚中天的第三个妻子才生病去世 连克三妻 众人对此议论纷纷 甚至在背后说她是天煞孤星 这辈子就是克妻命 注定孤独终老 不过姚中天显然还没放弃 仍花钱托媒婆帮忙物色人选 可女孩们都听闻了她的传言 自然不肯同意 另外 有人在晚上路过姚中天家的宅院时 仿佛听到了女人的啼哭声 那声音淒厉幽怨 就跟闹鬼一样 众人都说 那是姚中天死去妻子的灵魂 他们还没走 一直在那座宅子里 久而久之 敢靠近姚中天家的人越来越少 直到这天 媒婆急匆匆找到姚中天 说是有个姑娘想嫁给她 姚中天听后激动万分 当即便赶去与其见面 此时的姚中天 脸色苍白 身材瘦削 就像是绝症病人一般 很快 姚中天就在媒婆的带领下 见到了那个女孩 女孩名叫樱桃 看起来十七八岁的样子 身材却十分高挑 唇红齿白 五官端正 妥妥的大美女 姚中天对此很是满意 不过总感觉女孩有些眼熟 却说不上来 樱桃要嫁给她的理由也很简单 那就是自己父母双亡 没什么能力养活自己 只要姚中天肯出钱就行 姚中天一听 这要求简单 当即便与其订婚了 村里人得知此事后 纷纷找到樱桃 希望这姑娘能三思后行 还将姚中天 克死三个媳妇的事 告诉了她 怎料樱桃是个一根筋 非要嫁给她 态度很是坚决 众人十分无奈 索性也不再管她 很快就到了姚中天 跟樱桃大喜的日子 可能是樱桃 比她前三个媳妇 都漂亮的缘故 姚中天特意把喜事 办得很隆重 宴请了全村人来做客 宴席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 宾客散去后 姚中天迫不及待地 冲进了洞房 可她一进屋 就忽然感觉浑身一软 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她艰难地抬起双眼 看到樱桃 正一脸笑意地看着她 而在屋子中间的位置 一把沾血的剪刀插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姚中天脸色骤变 想发出怒吼 却发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樱桃冷哼一声 随即蹲在其面前 看着犹如一滩烂泥的姚中天 慢悠悠道 三音聚灵阵 能吸取阵内之人的精气 为自己所用 破阵之法便是在阵法中间 插上一把摘有鸡血的剪刀 我说得没错吧 二师兄 此话一出 姚中天顿时愣住了 他也终于认出了 眼前的女孩是谁 他姓程 是程师傅的独女 他来寻仇了 至于樱桃口中的阵法 其实是他抢来残卷中的一门邪法 多年前 他发现自己身患绝症 活不了几天了 便在自家宅子下布置了这个阵法 至于连克三妻 是因他将前三个媳妇的精气和寿源都吸干了 他这才能一直活下去 此刻阵法被破 姚中天旧病复发 他活不了多久了 樱桃没有继续逗留 他找出了当年姚中天夺走的残卷 拂袖离去 第二天一早 人们发现姚中天在洞房中暴毙身亡 也看到了插在地上的剪刀 起初人们还以为是新娘樱桃下的手 可奇怪的是 死去不久的姚中天 尸体竟然高度腐烂了 众人也懒得纠结太多 将其草草运到乱葬岗给埋了 集中一带山多林深 自然有不少动物出没 正所谓靠山吃山 因此吉州附近的村落 大部分都靠打猎为生 其中有个名叫陆汉的年轻人 此人平生只有两个爱好 吃肉 喝酒 陆汉由爱吃兔肉 因此他打的猎物中野兔居多 吃了肉 卖了皮 骨头也会喂狗 可谓渣都不剩 这天 陆汉像往常一样进山打猎 在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一阵求救声 他凑上去一看 是有人掉进了废弃的陷阱里头了 他找来藤万将那人拉了出来 这才发现那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 且奇装异服 有点像他们当地的出马弟子 果不其然 那老头听说陆汉喜欢吃兔肉后 为了报答其救命之恩 交给了他一些旁门左道 说是能吸引妖兔 且妖兔的肉更为肥美 他一定会喜欢 具体是什么法术 陆汉从没跟人明确说过 也没传授给任何人 或许是担心有竞争对手 不过那天之后 陆汉也算是半个修行之人了 而他尝试了一番 那法术果真有效 当时他进林子后 转悠了一大圈也没收获 就心血来潮 尝试了一下那老头教给自己的法术 结果不一会 一只很特别的兔子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那兔子个头很大 全身灰毛 为何说齐之妖兔 只因他两脚站立 走起来就跟人一样 不止如此 在看到陆汉后 他立马抱起前肢 像是作医一般 陆汉立马意识到 这兔妖是在跟自己讨风 所谓讨风 在他们当地并不少见 像狐狸 黄皮子等灵智比较高的动物 在修炼到一定程度后 想要跨越人跟动物的界限 就会找人讨风 不过找的不是一般人 必须是修行过 或是灵气很足的人 这类人才能听到其声音 只要对方说 你看起来真像人 就算讨风成功了 陆汉自然不会让其讨风成功 隐隐约约听到对方 好像开口说话了 陆汉立马破口大骂了一句 你这畜生 还想当人 做梦 兔妖讨风失败 灯石喷出一口鲜血 陆汉便趁机将其射杀 那老头果然没骗他 兔妖的肉鲜没可口 根本不是普通兔子 所能比拟的 就这样 他对兔妖肉着了迷 此后只打兔妖 普通的兔子 再也入不了他的法眼了 另外 他也想过贩卖兔腰肉挣钱 可旁边都觉得 吃修行中的动物肉 有点损因得 都不敢吃 不过也有胆子大的 想尝尝腰肉的 可这些人吃了之后 无一例外 全都大病一场 就算病好了 也总是噩梦连连 慢慢的 也就没人敢吃兔腰的肉了 可奇怪的是 唯独陆汉一点是没有 他便嘲笑别人没福分 吃不了好东西 谁曾想没多久 他也出事了 那天 他像往常一样 逮住了一只兔腰 可将其吃掉后 没多久 他便口吐白沫 倒在地上浑身抽搐 紧接着 他双眼发红 将身上的衣服全都脱光 并拿起刚刚包下来的兔皮 一边挥舞 一边在村里四处狂奔 街坊们吓坏了 最后还是七八个小伙子 合力将其按住了 可当陆汉清醒过来的时候 却全然不知发生了何事 人们都说他这是中邪了 恐怕是兔腰肉吃得太多 遭报应了 就让他赶紧找个高人来驱邪 陆汉一开始不信 结果第二天他又失控了 街坊们没办法 只好找来了一个道士 道士为陆汉喝下一碗浮水 并将盐跟糯米混在一起 从门口一直撒到了床前 最后将一把盐米放在了陆汉胸口 又念了一些咒语 陆汉这才清醒过来 道士告诉他 他不能再吃兔腰肉了 他有法术傍身 算是半个修行之人 因此吃一点没事 可他吃得太多 兔腰本就有灵质 死后怨气比其他动物重很多 他就是被这股怨气给迷住了 此时过后 陆汉像是想开了 也不再打兔腰的主意了 生活渐渐回到了正轨 直到这天 陆汉带着亲戚家的一个孩子一起进山打猎 那孩子是他一个表直 名叫小鸭 他听说了陆汉抓兔腰的事 对其很是崇拜 就像是跟他学学捕猎技术 陆汉带着他一同进山 起初两天 二人也没遇到啥 直到第三天 他们在林子里 见到了一只个头极大的兔子 体型足足是普通兔子的三倍 那是一只兔腰 在注意到二人后 居然两脚站立 来到了他们身前 小鸭第一次见兔腰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看向陆汉 陆汉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随即开口道 你先回去吧 等三天后再来这里 多带些你的伙伴来 我一块疯了 也算一场缘分 话音刚落 那兔子便转头离开了 小鸭震惊万分 一问才知道 那兔腰是来找自己讨风的 小鸭没见过这阵长 就求着他三天后 让自己过来开开眼界 陆汉听后笑着点了点头 三天的时间眨眼而过 小鸭跟在陆汉身后 来到了那个撞见兔腰的地方 不一会 杂草从后头就传来了动静 紧接着 七八只个头很大的兔腰 便出现在了陆汉面前 领头的正是那天 他们碰见的那只 小鸭听不到兔腰说话 只能观察陆汉 陆汉又是点头又是摇头的 随即开口道 想受风 就都往前来点 再来点 那几只兔腰很是听话 结果在靠近陆汉的一瞬间 地面忽然塌陷 兔腰全都掉进了一个陷阱当中 陆汉见状 立马抓起藏在草丛里的绳子 猛地一拉 一张大网被拉起 兔腰全都被网在里头 不停挣扎 腰就是腰 还想讨风 门都没有 看着如此收获 陆汉笑得合不拢嘴 不停地搓着手 反倒是小鸭 目瞪口呆地站在一旁 就在这时 兔腰们集体发出了一阵叫声 那声音带着很深的怨气 就连小鸭都听得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陆汉见状 捡起棍子准备上前 结果在靠近兔腰的时候 地面忽然塌陷 他竟然也掉进了一个陷阱里 怎么回事 谁在这挖坑了 掉进陷阱的陆汉 骂骂咧咧 小鸭则赶忙凑上去 发现那坑很深 陆汉便就让他 赶紧去村里找人来帮忙 小鸭这才反应过来 随即往山下跑去 可等他带人赶来 往里兔腰却全都消失不见了 现场也只剩下了一个坑 是陆汉提前挖出来 埋伏兔腰的 陆汉则消失不见了 小鸭震惊不已 可他隐隐约约中 好像听到了陆汉的求救声 且声音是从地下传来了 他脸色骤变 难道陆汉被埋在坑里了 他赶忙带着众人 按照记忆挖起土来 结果真如他猜想的那样 他们真的在土里挖到了陆汉 可惜他已经断气了 自那以后 再也没人见到过兔腰了 南宋时期 江宁福有一位画家叫吴昌恒 家境殷实 性情和善 平日里最喜欢画一些小动物 对动物可以说是十分喜爱 他的家里却没有养任何动物 这日 吴昌恒家中画纸用庆 上街采买 在街上看到一条 古兽如柴的黑狗 拖着一条 瘸腿艰难前行 好不容易挪到饭馆门口 被饭馆伙计 拿着棍棒粗暴驱逐 黑狗因为动作缓慢 被脾气暴躁的伙计 直接打倒在地 眼看伙计还要继续打 吴昌恒于心不忍 连忙上前制止伙计 就像黑狗 又从饭馆购买吃时 投喂黑狗 最后才向原计划购买画纸的店铺走去 不料 他一走动 黑狗也跟着他走动 他走进不远处卖画纸的店铺 黑狗倒是没有跟着他进去 他从店铺中出来 黑狗就在店门口等他 吴昌恒叹息一声 他明白黑狗是想被他领养 但是因为他之前不管领回家什么动物 第二天他自己都会生病 他的父母已经严禁任何动物出现在他家里 吴昌恒耐心和黑狗解释 黑狗却还是跟着他不放 一人一狗还没走回吴家 吴昌恒就和一位家仆迎面撞上 他正要询问家仆为何如此匆忙 家仆已经开口道 公子 不好了 家里出大事了 原来是吴昌恒的父母都突然病倒了 家里上了年纪六名的仆人也同时病倒了 这么多人同时病倒 吴昌恒第一反应就是不可置信 但家仆也没必要对他撒谎 担心父母和家中情况的他也顾不上黑狗了 立刻跟着家仆向家中跑去 谁料黑狗也一瘸一拐地跟着他们开始跑 回到家中以后 吴昌恒只见父母都躺在床榻之上 脸色都苍白如纸 唇色却都烟红如血 他连忙上前呼唤父母 父母却怎么叫都叫不行 他不过就是出去一会儿 父母怎么就都变成这样了 吴昌恒双腿一软 差点跪倒在地 知晓自己现在是家里唯一能扛事的 又强撑住慌乱 让家仆去请大夫 等大夫到来的间隙 吴昌恒打起精神 去看昏迷的老仆了解情况 发现也是同样的症状 大夫请来以后 只看了一眼 就连连摇头 说他治不了 让吴昌恒另请高明吧 吴昌恒哪里再去请什么高明 这位大夫已经是整个江宁府 他能请到的医术最好的了 他顿时绝望 苦苦思索 还有什么救治父母之法 脑海中却一片空荡 只能守在父母床前 不停地呼唤他们 夜晚 身心俱疲的吴昌恒 侧着头 在父母床边睡着了 睡着睡着 他突然感觉自己 悬浮到了半空中 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自己正在一个 奇怪的白茫茫的空间里 白天见过的黑狗 就在他的对面 吴昌恒正迷茫之际 黑狗口吐人言 对吴昌恒道 想要救你父母 和你们家仆人的话 就放干我的血 画一幅法阵图 埋于你家南墙地下白尺 吴昌恒大为震惊 连忙询问缘由 黑狗耐心解释 他家里之所以时不时 就有人生病 是因为他家南墙之下 埋了一尊邪佛的佛像 佛像埋于地下白尺之身 一心想要重现人间 佛像有一项天赋 就是能够通过向人介受 恢复自己的实力 越是体弱的人 越容易被介受 吴家之前时不时有人生病 就是被佛像介受了 日积月累 佛像已经上升五十尺 实力也恢复了大半 这次吴昌恒的父母 和家里老婆昏迷不醒 就是被野心勃勃的佛像 一次性借了大量阳寿 时日无多 陷入假死状态 吴昌恒听完 连忙询问黑狗该怎么办 黑狗言说 办法他已经讲过了 吴昌恒还想多问 黑狗已经消失 只剩下一幅阵法图 留在他面前 不久后 阵法图也消失 吴昌恒猛然惊醒 茫然四顾 原来他刚刚是在做梦 想到梦中所见 他犹豫了片刻 想要找找黑狗在哪 刚一从父母的卧房出去 就见黑狗正在院中看着他 他竟然诡异地 从黑狗眼中 读到了鼓励的意思 走到黑狗面前 吴昌恒摸了摸黑狗的头 询问黑狗 是不是他拖的梦 黑狗只吠叫一声 吴昌恒不忍心就这么杀了黑狗 害怕是自己压力过大 意想出来的梦境 想了想 找到铁锹 去挖南墙根 竟然真的挖出来了一尊笑容诡异的佛像 跟着他的黑狗 对佛像狂吠不止 吴昌恒终于相信 准备砍刀和大盆 含泪杀掉黑狗 收集好黑狗的血 按照梦里见到的法阵开始作画 法阵画好后 发出一道金光 吴昌恒看着那道金光呆愣了几秒 将画收起 喊来仆人一起挖坑 挖到足够深厚 将画卷和佛像一起埋下 奇迹般的 吴昌恒的父母和家中仆人 真的苏醒了过来 吴昌恒向父母讲述了黑狗的事情 一家人都对黑狗充满感激 为黑狗埋尸 立碑 常常祭拜 吴昌恒也为黑狗画了一幅英气的画像 挂在自己房间里 十年后 吴昌恒已经娶妻生子 再次梦见了黑狗 黑狗表示 感谢他和他的家人的祭拜 他原就是天狗 之前是在凡间历经劫难 现在已经修炼有成 重新回到天界了 吴昌恒替他感到开心 再次表达了对黑狗的谢意 清朝时期 昌江边上有个小村庄 该村前靠水 背靠山 资源丰富 景色宜人 犹如世外桃源 可众人不知道的是 该村后方 就是当地最大的乱坟岗 据说三百多年前 村子后面是一座要塞 也是一个战场 曾有无数人倒在这里 因此阴气极重 另外 村里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奇闻趣事 比如火死人 火阴差等 不过 村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便是入夜之后 不可上西山 传闻那里飘荡着许多连地府 都不肯接收的亡魂 夜里误入必死无疑 当时村里有个名叫高子文的年轻人 他自幼大胆如牛 且很喜欢跟人打赌 容易冲动 在其二十岁那年 几个朋友与其打赌 称他不敢夜里进西山 结果高子文被一番怂恿过后 真的在西山待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 高子文失魂落魄地回到村子 只是一晚上的时间 他像是苍老的十岁 脸色很是苍白 也消瘦了许多 大家吓坏了 自那以后再也不敢跟他开玩笑了 可不管大家怎么问 高子文始终对那晚发生的事闭口不谈 人们也不知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此事过后 高子文性格大变 愈发成熟稳重 不过人却稍显孤僻 总是喜欢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 父母见状 不免也有些担心 便打算给儿子说个媳妇 巧的是 当时村里来了个十分年轻的寡妇 身材婀娜 容貌清丽 她名叫御医 据说在这之前 她有过三段婚姻 结果没多久 丈夫就被客死了 在当时 这种女人定会被人背后说闲话 骂她天煞孤星 命中客夫 更别提还能再嫁出去了 可不知为何 御医来到村子没多久 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追求她的男人也不在少数 就连高子文的父母也很喜欢这个勤劳美丽的姑娘 为此 两人一商量 决定找媒婆向御医提亲 他们将此事告诉高子文后 她破天荒没有拒绝 这可把劳两口高兴坏了 还以为儿子终于开窍了 提亲的事也很顺利 御医无父无母 在外无依无靠 能早日嫁人也算有个倚仗 因此在大致了解到高子文的家庭情况后 她便答应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 新郎新娘在成亲前是不能见面的 只有等到洞房的时候 可就在两家着急忙慌的准备婚礼之际 高子文却不知在忙些什么 经常一个人缩在房间睡大觉 睡醒了就挨家挨户讨要一把五股杂粮 眨眼间到了大婚当日 御医当时已经跟村里所有人混熟了 因此前来庆贺的人很多 在看高子文 明明是自己大喜的日子 她却始终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另外 在去接轿子前 她偷偷溜进洞房 点燃了檀木香 拜完天地后 御医被送进了洞房 高子文则在外招待宾客 不过她显然对那些尚未婚配的单身男子更热情 待宾客散去 高子文则悄悄绕到了茅厕后方 提出了一个大木桶 而那木桶里装着的全是童子尿 这也是她为何对那些未婚男子更为热情的原因 她悄悄将童子尿提到房门口后 便钻进了房间 都说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高子文显然也不想错过这美好的机会 一进门便将新娘子御医给扑倒了 御医娇称称地锤打了一下她 便顺势躺下了 可就在这时 御医却忽然感觉肩部一疼 且像是有万斤巨石压在她身上一般 让其喘不过气来 一开始御医还能忍受 可没一会 她就感觉呼吸急促 浑身无力 御医连忙告诉了身边的高子文 并希望她帮自己倒一杯水喝 可高子文却笑了起来 要不是你修出人形 还真就被你给骗了 你低头好好看看吧 听到这话 御医先是一愣 随即干笑起来 并狡辩称听不懂高子文在说什么 不过她还是低头看去 结果这一看 可把她吓得不轻 只见自己的胸口处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黑色的镰刀 且是从背后将其捅穿的 可奇怪的是 她一点感觉也没有 不止如此 她的肩胛骨 也被一柄黑色的镰刀给刺穿了 而这两柄镰刀 用锁链相连 已经缠住了她的脖子 御医脸色骤变 随即发出一声惊呼 勾魂脸 你 你到底是谁 高子文冷笑一声 并为言语 欲依大怒 挣扎着想要扑向她 可她却发现 自己根本动不了 另外 其脸上的皮肉 也跟碎纸一般速速掉落 露出了已经腐烂了一半的脸 原来她根本不是人 高子文健壮 指了指房间角落点燃的檀香 轻声道 这东西 能暂时压制 你们这些鬼羞的实力 束手就擒吧 原来 御医并非人类 而是一种靠阴气滋养出来的鬼羞 在村子的西山 有一片地势低洼 常年不见眼光的坑洞 而这正是天然的养尸地 御医的尸体在机缘巧合下掉入其中 经过百年蕴养 诞生了神志 化作鬼羞 可他们出世后 想要跟正常人一样存活下去 就需要吸食活人的精气 而他的前三任丈夫 都是被他害死的 至于高子文 他则是一个活阴差 那年他进入西山过夜 躲在树上的他 真的见到了四处飘荡的鬼魂 不过他也见到了身穿官服 手持勾魂帘 威风凛凛的鬼叉 鬼叉也发现了他 刚好地府人手不够 西山这地需要带走的王魂也太多 高子文就暂时成为了一名活阴差 也得到了能够逮捕王魂的勾魂帘 这武器能直接攻击灵魂 且不会让对方有任何感觉 在第一次见到御医的时候 高子文就感觉 他身上的阴阳之气有些紊乱 后来在晚上 与其他鬼叉工作的时候 才得知其真实身份 并打听到了消灭他的法子 毕竟鬼羞不入轮回 是致邪之物 最好消灭 得知真相的御医 还想反抗 结果高子文从门外 提来了一大桶骚气冲天的童子尿 在御医惊恐的目光中 高子文直接将童子尿全都浇在了他的身上 伴随着阵阵惨叫 御医犹如泥人一般 缓缓融化 最后彻底消失了 第二天 人们发现御医不见了 且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可奇怪的是 大家对他的记忆 仿佛出现了偏差 很多事都记不清了 至于西山 阴沉感消失了很多 慢慢赶进山的人也多了起来 元朝时期的一个晚上 马浮镇上的一栋宅院中 有一对新人正在喝浇杯酒 新娘白清禾看着眼前的新郎 眼神之中尽是爱意 三年前的那件事发生后 他本来以为 自己这辈子会永远失去他了 没想到竟然失而复得 三年前 新郎吴宇晨还是一个穷小子 而白清禾却是当地首富的女儿 当吴宇晨带着聘礼 来到白清禾的父亲面前时 让他不要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吴宇晨据礼力争 却被白富派人痛揍一顿 白富本以为 吴宇晨经过一顿暴揍后 应该不会再惦记自己的女儿 谁知道吴宇晨这小子 竟然出奇地抗揍 不论白府的下人怎么揍 吴宇晨就是不松口 就是要去白清禾为妻 白富当时有点欣赏这小子的骨气 又想着给他来点考验 就说若是三年内 吴宇晨能达到自己现在的高度的话 他就将白清禾嫁给吴宇晨 吴宇晨当时听完一言不发地离开 白清禾每每想到此处 都会泪流满面 几天前 吴宇晨强势归来 随便从怀中亮出的一张银票 都抵得过白富财富的总和 白富惊叹于吴宇晨的能力之余 也按照当初的约定 将白清禾嫁给吴宇晨为妻 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白清禾和吴宇晨喝完交杯酒后 白清禾满脸羞红地暗示 吴宇晨是时候同房了 吴宇晨却视而不见 一杯接一杯地喝着 白清禾以为他是这几年压力过大 就没有说话 在一旁静静陪伴吴宇晨 半个时辰后 吴宇晨终于放下酒杯 抱着白清禾回到内间 一番恩爱过后 吴宇晨沉沉睡去 白清禾回想起 丈夫今日喝的酒 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可不想自己辛辛苦苦等来的丈夫 被酒击垮 然而事实证明 白清禾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二天一大早 吴宇晨醒来后 不仅没有一点疲倦之色 还显得特别精神 他将府中所有的事 打理得井井有条 待人接物也滴水不漏 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 到了晚上 吴宇晨回到房间后 又打开酒箱 从里面拿出之前放好的酒喝了起来 一杯接着一杯 根本就停不下来 其间白清禾试图阻止他继续喝 却被吴宇晨训斥一顿 吴宇晨似乎进入了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 眼中只有杯中的酒 其他的事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半个时辰会后 吴宇晨直接醉倒在桌子上 白清禾既心疼又着急 只好将他背到床上睡下 从那个时候开始 吴宇晨每天晚上都会按照固定的节奏醉倒 刚开始 白清禾还会紧张 后来 他已经习惯了吴宇晨醉酒的习惯 不仅不会刻意劝阻 甚至还能时不时地陪他喝两杯 在白清禾看来 没有什么能比自己的丈夫更重要 虽然他常常会在深夜醉酒 但也会在白天神采奕奕将所有该做的事全部做好 那么他忙完之后 回到自己房间中 放松放松 又有什么不行呢 然而接下来的事 却超出了白清禾的预料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吴宇晨每次喝完酒后 都会变得精神抖擞 可以几天几夜都不合眼 虽然他外表看着没什么 白清禾却实在为他的身体担心 有一天 白清禾借着给自己看病的名义 将当地最好的郎中请到家中 并让吴宇晨也顺便看看 吴宇晨没有拒绝 郎中给吴宇晨把过脉后 发现他身体里似乎多了一种神秘的力量 让白清禾另请高明 郎中走后 白清禾问吴宇晨 他每日醉酒 并且变得越来越精神抖擞 是否和他体内那股神秘的力量有关 吴宇晨闻眼眼中闪过一丝怨毒 很快又消失不见 让白清禾不要多心 白清禾嘴上答应下来 心里却嘀咕起来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吴宇晨的表现都特别奇怪 他稍微思索一番后 修书一封寄给自己爷爷的至交好友法善和尚 请他来帮帮自己 法善和尚接到故人之后的书信后 立马动身来到白府 一番寒暄后 法善和尚让白清禾带着他去见吴宇晨 见到吴宇晨后 法善和尚叹息一声 对白清禾说道 梁上有蛇 白清禾抬头看去 发现房梁上果然有一条水桶粗细的大蛇 他立马跑出房间 喊来自己的父亲 吴宇晨听到老僧的话后 面色一变 纵身一跃来到梁上 和梁上的一条青蹄黑斑的大蛇合为一体 朝着法善和尚打去 法善和尚法力高深 哪会就这么被打倒 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后 就将吴宇晨打倒在地 他质问吴宇晨 为何好好的人不当 要和一个妖物为伍 吴宇晨满眼怨恨地看着白府 说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当年若不是他提出那么刻薄的条件 他也不用承受那么多打击 在破产后逃往山中 被蛇妖蛊惑 答应他自己给他提供美酒 而他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精力和财富 直到今天被老僧发现 法善和尚听后唏嘘不已 他表示吴宇晨已经走火入魔 必须要随自己回寺庙中修炼 法善和尚将吴宇晨带走后 白妇自知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因此玉姬在心 没多久就离开人世 而白清禾将所有的家当变卖后 分给当地有需要的穷人 并来到法善和尚的寺中 陪伴吴宇晨修行 多年后 吴宇晨放下心中的执念 和白清禾联手走出寺庙 开始游历江湖 做了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南宋年间 光州有个姓业的侨夫 此人中年丧偶 膝下遇有一女 名唤夜梦雪 妇女俩相依为命 日子虽不富裕 倒也衣食无忧 梦雪是个早产 自幼体弱多病 夜侨夫一直不让她出门 一方面是担心女儿的身体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一则欲言 原来 梦雪的母亲当年难产 母女二人 都有随时死去的危险 危急关头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来到夜侨夫家 她将所有人赶出产房 不知做了些什么 顺利让夜侨夫的妻子 生下了梦雪 奈何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梦雪是保住了 可那个陌生女子告诉夜侨夫 生下梦雪 已经用尽了她妻子所有的精力 估计活不过三天了 言罢 她将梦雪递给夜侨夫 静止离开了 看着女子的背影 夜侨夫隐约中看到了一条洁白的狐狸尾巴 后来果真如女子所说 妻子在第三天的时候便去世了 不过她走得很安详 完全没有任何痛苦 在妻子的葬礼上 那个陌生的女子又出现了 不过她只是在妻子的坟前放了一束菊花 之后便消失了 不管夜侨夫如何寻找都无法发现她的踪迹 为了弄清楚真相 夜侨夫带着女儿来到一个道观当中 寻求道士帮助 道观的观主在了解完她的情况后 亲自接见了她 随后 道士掏出一张符咒贴在了女儿梦雪的脑门上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哭声 梦雪的左手手背上出现了一团红色的印记 犹如一只盘窝的狐狸 道士告诉夜侨夫 这是狐仙的印记 梦雪接受了狐仙的帮助 十八年后 狐仙将会回来 接走梦雪 夜侨夫听后大吃一惊 自己就这么一个女儿 怎么可能将其拱手送给什么狐仙 自那以后 夜侨夫便将女儿关在家中 从不允许她出门 眨眼间十八年过去了 梦雪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而这十八年里 那个陌生的女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可夜侨夫仍旧不敢放松警惕 依旧不允许女儿出门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 变数还是发生了 这天傍晚 梦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起身准备来到院子散心 月圆星熙 月光照亮了整个院子 就在这时 梦雪的耳边便响起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梦雪在这里我在这里快来找我吧 那声音仿佛有股魔力 将梦雪大脑一片空白 完全忘记了父亲的教导 她悄悄打开院门溜了出去 她寻着声音来到后山 穿过一片山林 最后停在了一片田野之上 就在这时 不远处忽然出现了一对迎亲队伍 奇怪的是 那些人的脸上全部贴着一张白纸 看不清面貌 而他们的背后 则长着毛茸茸的狐狸尾巴 梦雪见状 立马想起了父亲曾跟自己说过的狐仙 莫非他这是遇到狐仙娶妻了 随后 他立马闪身躲进了一旁的草丛里 在暗中偷偷观察 怎料迎亲队伍忽然停下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搀扶着一个面色苍白的男子走出人群 并静止来到了梦雪藏匿的草丛面前 梦雪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什么都没干就暴露了 好在狐仙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 那个面色苍白的男子 缓缓拨开草丛 笑着向梦雪伸出了手 走吧梦雪 今日是我们成亲的日子 梦雪听后脸色大变 成亲 莫非今日狐仙娶妻 新娘子就是自己 梦雪吓得魂飞魄散 尖叫着扭头就跑 身后的两人面面相去 但并未上前去追 回到家后 梦雪一头钻进了被窝当中 她怎么也没想到 父亲跟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看来真的有狐仙想要带走自己 想着想着 梦雪却迷迷糊糊睡着了 睡梦中 她见到了一个面色慈祥的妇人 妇人一脸温柔地看着她 而两人的面容居然有些相似 直到妇人开口 梦雪才知道 她就是自己顽固已久的母亲 尽管自己对母亲没有任何记忆 可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母女俩相拥而弃 母亲也不断询问她近年来的情况 在得知狐仙想要带走梦雪的时候 母亲却忽然笑了起来 我的乖女儿 当年娘亲生你时难产 正是狐仙前来相助 这才救了你一命 当人要知恩图报 如今狐仙的孩子有难 我们怎能袖手旁观 这门亲事 你必须答应 原来 狐仙的孩子就是那个面色苍白的男人 狐仙的孩子也是个早产儿 由于体内阴阳之气无法得到协调 根本无法修炼 因此只有月圆之夜才能化作人形 且寿命大大缩减 若要救她 就必须娶一个仍是厨子之身的女子 吸取其体内的阴气 中和自己她体内的阴阳之气 狐仙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她早就知晓了此事 为了自己的孩子 她选择了孟雪 为的就是将来孟雪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 在母亲的教导下 孟雪终于同意了这门亲事 第二天一早 她找到父亲 本想商议此事 怎料还未开口 父亲便摆摆手 去吧 你也长大了 该自己做选择了 原来母亲昨夜也跟叶乔夫托梦了 并将此事告诉了她 叶乔夫也终于意识到 女儿长大了 最终还是选择了放手 当天夜里 狐仙的迎亲队伍来了 这次孟雪没有拒绝 而是穿上了狐仙为其定制的婚服 坐上花轿离开了 不过临走前 狐仙告诉叶乔夫 若孟雪以后不愿跟着她的孩子生活 她定不会抢求 这才让叶乔夫稍稍放下心来 眨眼间三年过去了 孟雪一直没有回家 不过每月的十五 都会有一只狐狸将一些猎物 放在叶乔夫家的门口 叶乔夫心里清楚 这定是自己的女儿 这天傍晚 叶乔夫正要睡下 却忽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开门一看 正是自己的女儿孟雪 而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俊朗的男子 此人正是狐仙的儿子 名幻林白衣 原来在孟雪的帮助下 林白衣已经恢复了健康 且继承了狐仙之位 而孟雪也在朝夕相处下 爱上了林白衣 从心里同意了这门婚事 后来一家人住在了一起 叶乔夫死后 林白衣带着孟雪顿入山林 再也没人见过他们了 近朝年间 眼周有个名叫吴俊义的郎中 此人医术精湛 性格和善 经常到各地寻诊 免费帮助穷苦百姓 在当地颇有声望 吴俊义是个孤儿 他六岁便跟着一个老郎中学医 他有一个师兄 名叫王子甫 两人性格截然不同 王子甫 王子甫行事高调 做事敷衍 吴俊义为人和善 做事认真低调 因此老郎中对二人的教育方式也不尽相同 十五年后 老郎中离世 二人相继出山 王子甫起初重归重举 可一心只想成名的他 开始哗众取宠 并逐渐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 玄弧济世的神医形象 他开始只为达官贵人看病 且收费极高 光是看个风寒发烧 挣的钱都够普通人家过一年了 没多久 王子甫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过上了奢靡的日子 见师兄逐渐偏离正轨 吴俊义就想拉他一把 可不管他如何劝慰 王子甫始终一意孤行 结果没多久 意外便发生了 王子甫在就职一个男产孕妇的时候 由于操作不大 导致母子二人全部身亡 此事过后 他的形象一落千丈 甚至成了人人喊打的骗子 据说此事过后没多久 他就被死去孕妇的那一家人给打死了 吴俊义听到消息后 十分痛心 他前往官府 带走了师兄的尸体 并将他埋葬在了师父的坟旁 自那以后 吴俊义游走各地 只为穷苦百姓看病 且从不在意名声和利益 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敬仰 人们也纷纷称呼 他才是真正的在世神医 这天午后 吴俊义寻诊结束后 正要回家 在走到村口的时候 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嬉闹声 寻着声音看去 只见四五个小孩 正在正在颠打一只大黑狗 那只黑狗被绑在一根木桩上 想跑也跑不了 几个孩子拿着柳条和木棍 不断抽打在他的身上 黑狗也不断发出一声声惨叫 吴俊义心善 看不得动物在自己面前受伤 便主动上前 想要救下这只黑狗 几个小孩健壮 赶忙道 先生不可 这是只疯狗 见人都咬 吴俊义摆摆手笑道 哪有什么疯狗 不过是生病了 言罢 他一点点靠近黑狗 黑狗立马摆开架时 呲牙咧嘴地看着吴俊义 并猛地扑了上去 好在他的脖子被绳子绑住 这才没伤到吴俊义 几个孩子还在一旁劝阻 可吴俊义一意孤行 慢慢靠近了黑狗 神奇的是 在吴俊义靠近他之后 原本焦躁不安的黑狗 像是看到了熟人一般 顿时安静了下来 并低下头 不断在他裤腿上蹭 一旁的孩子都看傻了眼 之后 吴俊义将黑狗带回了家 并给他治好了伤 留在了身边 自那以后 吴俊义每次出门寻诊 黑狗都会跟在其身边 就像是保镖一般 可没过多久 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天傍晚 吴俊义刚要睡下 院子里的大黑狗 却忽然狂吠起来 紧接着 他便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门外站着一个满头大汗的男人 他一见到吴俊义 便扑通一声跪下 先生 我家夫人难产 求您帮帮我吧 吴俊义听后 眉头微皱 赶忙问道 产婆呢 怎么不找产婆 男人立马解释 产婆就在我家 可他也没办法 还说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 如今只有先生 您能救他了 吴俊义听后 也顾不上多想 立马提起工具箱 跟着男人出门了 黑狗在院子里叫个不停 可他被绑在了柱子上 没法一同前往 吴俊义跟着男人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他的住处 可不幸的是 尽管他做出了许多努力 可孩子还是胎死腹中 女人也不行了 吴俊义第一次感受到无力感 他失魂落魄地走出房间 甚至没有脸面 对女人的丈夫 在得知情况后 男人一拳 将吴俊义打翻在地 将他赶了出去 吴俊义亮亮呛呛地往家走 可就在途中 他却忽然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女人哭声 那哭声离他越来越近 吴俊义脑子一片空白 愣在了原地 想使劲 身体却动弹不得 就在这时 草丛后走出一个女人 哭声正是他发出来的 而他的怀里 还抱着一个没了气息的婴儿 期待都没减断 借着月光 吴俊义看清了女人的相貌 正是刚刚死在自己面前的孕妇 吴俊义被吓得魂飞魄散 想跑却没法动弹 女人再次发出一阵哭声 吴俊义居然不受控制地朝他走去 女人伸出双手 嘴角流出一抹邪笑 千钧一发之际 吴俊义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阵狗叫 身体瞬间恢复了控制 他立马向后退去 女鬼也听到了狗叫 脸色顿时变得慌张起来 下一秒 一只大黑狗猛地窜出草丛 扑向女鬼 并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胳膊 女鬼发出一阵惨叫 不断挣扎 吴俊义这才发现 就自己的正是家里养的那只大黑狗 原来他感受到吴俊义有危险 便咬断了绳子 赶了过来 女鬼不敌黑狗 倒在地上不断发出惨叫 吴俊义心有不忍 毕竟是自己能力不足害死了他 他也没什么错 便主动将黑狗叫到了身边 随即 吴俊义扑通一声 跪在了女鬼的面前 为自己的无能向其道歉 女鬼微微一愣 而下一秒 黑狗身形俱变 居然变成了吴俊义 已经死去的师兄 王子府 之后 他也跪在了女鬼的面前 祈求他的原谅 原来这个孕妇 就是王子府之前害死的那个 孕妇死后 怨气冲天 并化作了厉鬼 不断游荡在人间 想要找王子府报仇 不过王子府早就死了 这世上跟他还有关系的 就只剩下吴俊义了 吴俊义身上有王子府的气味 女鬼定会上门报仇 而他发出的哭声便是鬼哭 凡是听到鬼哭之人 身体失去控制 意识全无 严重者则会灵魂出窍 吴俊义是个好郎中 为了保护师弟 也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王子府请求阎罗王 将自己打入畜生道 变成了一只黑狗 如今重新出现在女鬼面前 她就是想亲口道歉 希望取得女鬼的原谅 看着再次变成黑狗的王子府 女鬼终于被她的诚心所感动 放下了心中的怨气 也放过了吴俊义 最后化作点点星光 消散在了空中 看着眼前的黑狗 吴俊义怎么也想不到 他就是自己的师兄 不过看到师兄终于认识到错误 他也十分欣慰 自那以后 一人一狗住在一起 吴俊义则带着他继续到各地寻诊 帮助世人 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 西安府有一个叫马超峰的美人 此人容貌艳丽 堪称当地的第一美人 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 如此美人竟然是当地一个大人物的丫鬟 那个大人物虽然上了年纪 可犀利的欲望却一直没减少 他见马超峰生得好看 就想将他拒为己有 马超峰不想委身于一个糟老头子 就直接拒绝了他 结果被那个大人物倒贴嫁妆 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屠夫杜若飞 杜若飞娶到马超峰后 欣喜若狂 他将马超峰当天神 一样供着 什么活都不肯让马超峰做 如此两年过去 马超峰虽然不太看得上这个夫君 却也不再那么排斥他 正当他准备好好过日子时 意外发生了 杜若飞在一次外出作活的过程中 不慎摔下山崖 一命呜呼 马超峰直接成了寡妇 好在杜若飞生前留下的积蓄不少 这才让马超峰的日子没有那么难 只是他虽然想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外面的人却不太同意 杜若飞死去一年后 那些寄予马超峰美色的人 纷纷找上门来 让马超峰做他们的妻子 多次拒绝无果后 马超峰不堪其扰 就放出话来 若是谁想娶他 就要拿出一千两金子作为聘礼 这话一出 人们纷纷炸开了锅 没有人愿意用一千两黄金 娶一个寡妇 更何况 这寡妇的脾气 看起来还不怎么好 然而这个世界上 总是有那些人傻钱多的人 比如当地首富吴俊毅 这个吴俊毅和马超峰的 第一个主人是好友 他早就寄予马超峰的美色 想用重金将马超峰买下来 却没能得逞 马超峰惹怒那名大人物时 他刚好在外地经商 因此错过了马超峰 如今马超峰放出话 他怎么可能再错过 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吴俊毅带着一千两黄金 来到了马超峰家中 马超峰看到黄金后 眼中满满的都是不屑 他再三项吴俊毅确定 是否真的要娶自己 吴俊毅满脑子都是他的美貌 自然是连连称事 马超峰收下金子 然后让吴俊毅回去准备婚事 吴俊毅屁颠屁颠地回到家中 然后让家中的下人准备迎接新的夫人 十天后 吴俊毅和马超峰顺利拜堂成亲 晚上 吴俊毅送走宾客后 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房间 到房间后 吴俊毅不停地叫着美人 然后上前和马超峰搭话 马超峰被他缠得不耐烦 只好开口和他说话 只是那声音在吴俊毅听来 显得无比的沙哑 浑然不像是一个美人的声音 倒像是一个老妇 吴俊毅心中疑惑 就掀开马超峰的盖头 想看看马超峰到底是怎么回事 盖头掀开后 吴俊毅大惊失色 他连着向后退出几步 然后伸手指着马超峰 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刻的马超峰满脸都是皱纹 头发变得特别苍白 整张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的模样 更重要的是 马超峰现在的样子 和西安府当地最有名的乞丐 婆白鸡兵一模一样 马超峰见吴俊毅这种反应 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然后对吴俊毅言明 其实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貌美如花的马超峰 一个是遭人嫌弃的白鸡兵 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 吴俊毅文言 小小的眼睛露出大大的疑惑 他问马超峰为何会变成这副模样 一个人怎么可能变成两个人 马超峰言明 自己会变成现在的这副模样 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极度心作祟 那天晚上 杜若飞像往常一样做好晚饭 准备去喊马超峰过去吃饭 结果马超峰却一动不动 这时 大门被人从外面敲响 杜若飞放下手里的火 赶过去打开大门 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 正站在门前 杜若飞开门后 乞丐直接跪在杜若飞面前 举起了手中的碗 杜若飞立马会议 来到厨房给乞丐打了一碗饭 乞丐离开后 杜若飞正准备进屋 却发现马超峰站在门前 冷冷地看着自己 他让马超峰赶快吃饭 马超峰非但不肯 反而问杜若飞 为何连他的饭都没有打好 却去帮一个乞丐打饭 杜若飞明白 马超峰是吃醋了 就百般安慰 谁知道马超峰不仅不领情 还让杜若飞晚上不要睡在屋里 杜若飞多次祈求马超峰 让他回屋歇息 马超峰就是不肯 杜若飞一气之下 就准备提前到外镇干活 结果在路上不慎摔下悬崖 粉身碎骨 一命呜呼 杜若飞死后 怨气不散 来到马超峰面前 用自己从一个高人那里学的尽数 将另一种人格打进了马超峰的体内 从那天开始 马超峰白天做美人 晚上做乞丐 这就是他当初极度那个乞丐的代价 若不是他的极度之心 他现在一定会很好的 吴俊逸恍然大悟 他正准备说些什么 马超峰却直接停止了呼吸 大喜之日出了丧事 吴俊逸不由地哀叹一声 他找来管家 让他找个地方将马超峰安葬 就这样 一代美人马超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新轩统年间 广西一带有个名叫张孝林的年轻人 他从小就在一个姓岳的老木匠身边学艺 当时兵荒马乱 岳师傅就开了一家棺材铺 他年纪大了 张孝林出师后 每天便负责跑腿干活 帮客人打棺材 岳师傅则负责看店 老话说得好 生者为尊 死者为大 关于丧葬礼仪 一直都是需要严谨对待的一件事 岳师傅比较传统 在这方面也尤为重视 他经常教导张孝林 棺材又叫阴宅 逝世者走后需要居住的地方 必须要细心做好 不能打马虎眼 正是有岳师傅的教导 张孝林在打棺材这件事上十分小心 且造出来的棺材既美观又结实 很快就在当地打响了名号 来找他打棺材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天傍晚 张孝林到邻村给人干完活后 正往家赶 走到半路的时候 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 巧的是 离张孝林不远的地方 有个驿庄 他想也没想 便钻了进去 驿庄在当地也算特色 是专门用来停放尸体的地方 一些无人认领 或是需要运往家乡埋葬的尸体 都会暂时停放在此 每个驿庄 也都有人专门看管 可奇怪的是 张孝林走进那间驿庄后 却没有看到人影 不过屋里的油灯还亮着 估计事事有失出去了 张孝林平日里做棺材 跟死人打交道的情况也不少 因此在驿庄倒也不怎么害怕 他站在门口 见着雨一时半会停不了 便准备在驿庄借宿一晚 就在他四处寻找甘草的时候 猛地发现驿庄里头 有一口棺材的上面 破损了一块 那破损的地方 还有抓痕 很像是被什么野兽给捅破的 张孝林凑上去看了一眼 里头好像躺着一具尸体 棺材受损可不是小事 思来想去 张孝林看旁边还有木材 闲着也是闲着 他便决定将这破损的棺材 修复一下 在给破损的地方填充的时候 张孝林发现 这口棺材竟然是用桃木打造的 要知道 桃木辟邪会冲撞死者灵魂 他有些不明白 可毕竟不是自家的棺材 他也没多想 他手艺好 很快就用眼前的一些木材 将那破损的地方修复好了 做完这一切 张孝林才靠在墙角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窗外的雨声停了 乌云散去 皎洁的月光照进一桩 就在这时 一阵咚咚咚的敲击声响起 张孝林被吵得睡不着 起身查看 可环顾四周 一桩根本没人 敲击声再次传来 张孝林回过头 这才发现 声音是从自己 刚刚修复好的棺材里传出的 他顿时惊出一声冷汗 脑海中闪过两个字 诈尸 不等他反应过来 敲击声变成了撞击声 整个棺材也跟着颤动起来 里头的东西 仿佛马上要出来了 张孝林被吓得两腿发软 一时间静慌了手脚 他环顾四周 看到棺材旁的柱子后 立马顺着爬到了房梁上 他这边刚浮稳 只听喷的一声 棺材盖镜 直接被掀飞了 只见一个身高八尺左右 穿着棺服的僵尸跳了出来 那僵尸的脸腐烂了大半 手上的指甲发黑尖锐 脸色苍白猙獰 嘴里长出了两根极长的獠牙 张孝林吓坏了 他死死捂住嘴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好在僵尸没有发现他 而是跳到了院子里 张孝林抬眼看去 之前那僵尸双手放下 直挺挺倒了下去 奇怪的是 僵尸没有躺在地上 而是悬在了空中 紧接着 皎洁的月光洒在了其身上 僵尸好像十分舒服 身体颤抖起来 与此同时 张孝林清楚地看到 那僵尸腐烂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恢复 甚至长出了明亮的眼球 而他的指甲变得更长了 且开始发红 嘴里的尖牙也变多了 张孝林意识到 这僵尸是在吸收月华 恐怕都快成精了 就在他不知所措之际 一桩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 来着是个身披道袍 手持桃木剑的道士 其身后还跟着三四个年轻的弟子 以及看守该一桩的人 恐怕是此人 发现了那棺材不对劲 才连夜去找道士帮忙了 道士看到僵尸在吸收月华后 脸色骤变 随即立马脱下道袍 抛向空中 并念诵咒语 随着其手一指 那道袍瞬间变大了数倍 直接挡住了照进院子中的月华 僵尸被打断后 发出了一阵嘶吼 随即等着星红的双眼 朝着道士扑去 道士身边的弟子 立刻掏出糯米撒向僵尸 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僵尸被打得节节败退 道士见状 与几个徒弟配合 抽出桃木剑跟僵尸缠斗起来 躲在房梁上的张孝林健壮 这才敢爬下来 并跑到了门口守艺庄的人面前 那人看到张孝林后很是震惊 在得知他一直在艺庄里的时候 那人不由地惊叹 他竟然没被僵尸杀死 张孝林听后便说出了自己修补棺材的事 对方听后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兄弟你真是福大命大呀 要是你不管那棺材 恐怕这会早就成那僵尸的手中亡魂了 原来 这僵尸是从邻村运来的 本来是要送到道观求道士帮忙处理的 那和桃木棺材被虫子住了一个洞 那僵尸在一天夜里顺着那个洞 将棺材戳破逃了出来 好在当时他还很弱 没伤到人 张孝林将那棺材修补好 虽用来修补的材料不是桃木 可棺材完整 道士挡住了僵尸一会 张孝林这才有时间躲在房梁 否则怕是没难此劫 在二人聊天的时候 道士已经带着身边的弟子制服了那只僵尸 伴随着扑刺一声 桃木剑刺穿了僵尸的胸膛 僵尸缓缓低下头 没了动静 道士随即掏出火符 当场将僵尸燃烧成了灰烬 此事过后 张孝林对座棺材这时更为严谨了 且晚上再也不敢随便住在一庄里头了